好 下面我们来兴风做了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调一下 把它的位置呢 往边上再提一下 选择发射器和这个模型 把它往边上放一放 那尽量靠边 同时呢 位置低一点 不要太高 贴到下面的面就可以了 OK 这个往后一点 OK 好 设置好之后我们reset一下 再来模拟一下看一看 大家看 这样的话这个水就出来了 但是显得比较少 而且 有点问题 我们将当前的这个 物体往上一点 再往右一点 不要太靠近边缘 我们发现它总是往上跳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挪的距离这个效果太远了 我们再移动一下 拉上来一点 不要距离太近 simulate模拟 OK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淡淡的这种翘起来的效果已经有了 但是不够有足够的蜡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box选择 clone selected 克隆一个 选择新复制的cube2 移动工具把它拉起来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我们给到10 然后高度我们给到35 我们把它拉到这个位置 让它靠边一点 30吧 OK 高一点 我们让它也作为发射器 创建一个emeter OK 这次再来看效果 这一下就有两个发射器 那么这个发射器掉下来的水 很容易产生了这种往前涌动的浪 我们看一下 它撞到这个壁会产生很强烈的反弹 整个这个水就落了下来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 先停一下 拨回来 向后拨一针 拨放 大家看很快 好拨一下 这样就有了浪 但是第二个发射器 还是显得比较规则 将Gtron给到1 这样效果就会好一点 同时我们选择整个的域 Domin 然后我们将整个Domin的这个 粒子树目 树目先给到10万 存一下盘 我们需要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然后再把它改到1万 再来进行下面的模拟 我们点击Simulate模拟 这次粒子的模拟速度明显变慢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粒子 效果会更有冲击力 大家看 整个浪在这一排下落的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 OK 向前冲的浪 我们等待模拟结果的完成 大家看撞起来 然后再慢慢的落下来 大家看 在这个位置卷了一个弧线 这个浪呢就卷了下来 好 等待的完成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个模拟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模拟的效果 播放 大家看 在这个位置呢 还形成另外的波浪 形成了一个漩涡 非常的好看 我们再看一遍 如果粒子数多的话 会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们这里不需要这个波浪了 我们需要波浪到这个位置就死掉 而且我们要将粒子数再调的稍微多一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应该建立一个灭杀器 选择控制器里面KVolume 我们建立一个灭杀器 将它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我们放在这里 只要进入到这个体内的都会死亡 我们将它缩放一点 OK 这样的话可以让粒子的计算速度变得快一点 那我们现在将它再缩放一点 好 我们把它移动过来 放在这 这样的话 它会包住整个的这个区域 只要进来的就会死亡 OK 我们将inverse改成yes 因为默认这个灭杀器是在里面的能留着外面的死亡 我们现在需要让它进去的死亡 OK 我们resite一下 为了效果好看一些 我们将整个的domin 将它的粒子数给到50万 存一下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效果 simulate模拟 这一次模拟的速度要慢很多 因为我们粒子要有很多 好 我们让它模拟完成 好 那么现在模拟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拨一下效果 大家看这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那粒子到这个位置呢 就会消失 这样的话可以使整体的计算变得快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来观察一下 好 再来看一下 OK 好 那这个效果还不错 速度当然呢 也是很慢的 我们最后呢 将当前的这个效果里面 给到10万 resite一下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浪花的制作 有一次作为 2万 3万 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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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万